擦擦你的眼泪吧 我要是你我就不哭 人家都给你擦眼泪了 有什么好哭的呀 这气势不已经在我们这边了 好 接下来 我想把红利刚才问 娟子的几个问题 来问孙琪 孙琪你听好了 你是娟子我是红利 我来问几个问题 你娟子有什么 我有城市户口 你有吗 请回答 我有孙琪 好 我有醒贺的家事 我能让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你娟子什么都没有 一无所有 你凭什么跟我争孙琪呀 我有孙琪 你看我们俩在一起能比吗 你看我的身段再看看你的身段 他要的并不是这些 原来你是还是比较了解娟子的嘛 但你干嘛要去跟别人看电影干什么 那段时间红利对我特别照顾 她是一个好姑娘 因为那段时间工作落差 我静静对她有了好感 我也克制不住当时自己的那种想法 就陪她去看电影逛街 静静地产生了一种喜欢 你有没有过动摇是因为红利的家事 这倒没有 因为我喜欢的是红利的为人 她的性格 那你今天来是干什么 告诉他们我的选择 好那接下来我把舞台交给你 你就把你真实的选择和话语告诉他们 好 接下来是他们三个人的告白再见 我是嘴硬心软的那一种 我就是再不好 我也真的就是我太喜欢你了 我是因为喜欢你我才这样的 我不管别人怎么骂我怎么说我 我知道我都懂你 你只是少了一个机会 你那么有上进心 如果咱们俩在一起 我不是因为我的这些 而让你选择我的 我就真的是可以帮到你的 帮到以后我们一起努力不可以吗 我不是因为物质才留住你的 你别拒绝我好吗 我知道 你觉得娟娟对你付出了那么多 你不忍心伤害她 你想让我咱们俩在一块那么开心的 我不让你来 为什么还要来 我不知道到底是我们之间的感情重要 还是你的事业重要 我为什么把我的名为让到市里 让你去市里 因为我真的很信任 因为我很在乎你 因为我知道你是我那个能依靠住的人 难道我爸名为让你到市里 去跟别的女孩子逛街去吃饭吗 去看电影做那些事吗 哪个女孩子愿意 没有人会愿意的 你觉得你这样做你带着起我吗 你带着起我吗 你觉得你是人吗 那我是你母亲是命的 我把所有的机器都拿着都给你 我当你只剩两百块 两百块是生活的一个月 你知道我怎么过的 我早上连你都早上都没事的吃 你知道吗 后来听说你要回来了 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过得这么苦 我出去买鱼药买肉啊什么的 我在家里做饭 就是等着你回来 后来你回来了 你抢了一瞬间 我现在不想要把自己的手挤破了 后来你回来了 你看到 你好心疼 你帮着我 因为你知道 你说了 你知道我用血呢 我害怕血 你说了 我就是你养的那个女孩 你靠一辈子走下去的那个人 你还记得吗 你说去了这里之后 你好好努力帮我也捡过去 不能落在身边 我